晚上十点以后不准冲马桶 养狗必须成双成对 富得流油的瑞士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奇葩规定呢 今天 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提到瑞士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你存在瑞士银行的票子 还是手上带的瑞士名表 瑞士作为一个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不仅国家富得流油 而且呢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财富都集中在了瑞士 在那存钱呢 不仅没有利息 还需要缴纳财物保管费 但是呢 全球各地的富豪都是要争先恐后的在此地存钱 除了严格的安保体系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国 瑞士 全称瑞士联邦 是一个多深的内陆国 首都博尔尼 位于欧洲中南部 北纳与德国接壤 东连奥地利和列治敦士登 南连意大利 西连法国 还有这么多不好惹的邻居 瑞士作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呢 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 包括席卷欧洲的一战和二战 这就意味着 即使发生战争 战互也不会波及到瑞士 存在瑞士的钱呢 也就足够安全 因为没有战争的干扰 瑞士已经持续发展了一百多年 至今已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上呢 瑞士一直是调停者 国际组织也爱将总部设在瑞士 比如国际红十字会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等 瑞士发展了这么多年 国内的福利政策怎么样呢 瑞士呢 面积4.1万平方公里 只有重庆的一半大 总人口呢 为866.7万 人口不多 但每22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秋哥说的可是美元哦 瑞士福利待遇呢 那是极其优厚 看病不花钱 免费教育贴心的养老福利支 都有 福利夺到国民主动拒绝 2016年 瑞士政府希望 让其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决定向每个成年人 每月提供约2600美元的补助 儿童还可以获得 大约600美元的额外补贴 但这个计划呢 最终却被瑞士本国的国民拒绝了 投票结果显示 超过78%的选民反对此事 他们认为国家的钱 应该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在瑞士呢 可以合法欺盈 生了孩子不想养的话 只需将孩子放到 指定的欺盈箱里就可以 被抛弃的婴儿嘛呢 会被送到指定的福利机构 进行抚养 瑞士总会发生一些奇葩事 2014年 一架被劫持的客机降落在瑞士首都机场 因为瑞士空军还没到达地点 只能选择无视被劫持的扳机 无奈之下呢 航班只好向其他国家求助 最终 法国和意大利接下了 护送被劫持的客机的人物 那瑞士的空军哪儿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要说说瑞士雷打不动的 8小时工作日 打工人呢 每天准时上下班 休息期间即使天塌下来 也不关他们的事 瑞士士士兵也是如此 坚决不在工作岗位多待一秒 享受着996福报那你有没有留些羡慕的泪水呢 狗都不允许单身 在瑞士 养宠物不能只养一只 至少要养两只 因此呢 瑞士不存在单身狗 主人也不可以随便修剪宠物狗尾巴上的毛 狗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审美的 心情和感情照顾到了 身体自然也不能忽视 每天要给它足够的锻炼时间 仓鼠必须撑群死养 不鼓励多只雌性仓鼠一起养 小白鼠呢 必须一公一抹成对养 猫咪也必须保证每天都能接触到人类 如果条件不允许 起码要让它接触到同类 2018年3月1日起 瑞士开始禁止争煮活龙虾 他们认为龙虾会疼 活煮龙虾呢 是一种残酷的行为 如果想要吃 必须先将龙虾打晕或者是杀死 近两年瑞士也一直在呼吁 其他国家也不要活煮龙虾 瑞士晚上八九点之后呢 又尽量保持安静 不能演奏乐器 最好晚上11点前完成洗漱 出马头淋雨也是一种噪音 瑞士的打工人喜欢赚完钱后 去隔壁法国进行大采购 因为法国物价比瑞士便宜 但是回来时之前呢 一定要注意清理好车上的垃圾 要不然会被罚款 挖一挂垃圾不能拿到瑞士来丢 在瑞士境内呢 不可以超速驾驶 一旦被抓到 罚到你破产 罚款金额呢 是按照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来缴纳的 最高可达100万美元 火车呢 是这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国家面积不大 没有火车到不了的地方 在火车上放空自己 抬眼就是如画的风景 这等生活谁能不羡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手赶两个点赞 关注备一 咱们下期再见